这一消息来看 国民党中华官东部在一起 是来公布中华官第二選区 立委东来策算的民调结果 杨耀聪是赢菜论场 杨耀聪将代表国民党 参选中华第二選区的立委选计 国民党中华官东部主委 已公布民调设计 经计统计之后 今次选报由杨耀聪 以七十年之七日兴致 将代表国民党参加 中华第二選区的立委选计 那我们在这里宣布 我们杨耀聪同志 他成为我们第二选区的候选人 我们相信今天的结果 是一个大家都在君子之争 在和平之下 所最圆满的结果 那我相信未来 我们也会共同合作 朝着让政党轮替 让台湾更好 为我们彰化 杨耀聪 确定在国民党取名之后 若向常务筹赚的同志 表达感谢 若大胤会将 越伦常同志的政党 若立起自己的政党当中 那耀聪从事这个社会服务工作 已经二十多年 那深知我们国家与民间的需要 所以耀聪才能来投入我们这一次的选举 那耀聪感受到我们人民的痛苦以外 也感受到青年的不安 与他们发展的受限 还有社会安全网 需要我们更好的立法 国民党中华广东部支持 将会依照民调结果 乖近召开委员会 保证中佣东部来通过 这是台名杨耀聪 代表国民党参加 中华第3区的立委选择 政党问题 台湾更好 到中华西门 中西梁 中华彩虹报到